今天我們來釐清一下 沒有受戒就不會犯戒 還有吃肉是不是犯戒的問題 在佛教裡面有五戒、八戒等戒律 很多人覺得說守五戒好困難 不要守好了 其實戒律 有行為、習慣、品質、本性、自然等意義 通常也指的是道德規範 好品質、良善的行為 為了要讓你能夠好好的修行 不要造業 而且持戒還有功德 所以佛弟子應該是要持守戒律 至少也要守五戒 可以的話守八戒 居士雖然很容易犯戒 但是在南傳上做部佛教 只要在佛陀前面 用八立語自行受戒即可 當然也可以請尊者受戒 但是受戒只有五戒、八戒、九戒這些 有很多種 但是沒有單獨受一條戒的 那如果只要犯一條戒 那就是破戒了 必須重新再受戒 那五戒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邪淫、不喝酒 我在每一次勸人受戒的時候都會聽到 我沒辦法持戒 因為我會吃肉 其實五戒只去看 殺生的定義是 不自己殺、不叫人殺 如果吃肉並沒有自己去殺 也沒有叫人殺 那並沒有殺生的問題 當然吃素是很好的 很多難傳的尊者也都吃素 吃素也是跟眾生皆善緣 關於戒律的問題還有很多 有機會的話 我再做一集詳細的影片給大家介紹一下 那沒有受戒是不是就不會犯戒 那我們就不要去受戒了 首先我們要知道戒跟業是分開的 你不守戒去殺生、去偷東西 這些惡業還是會跟著你的 這些惡業成熟之後還是會報應在身上 跟你有沒有受戒無關 但是如果你持戒的話 還可以獲得持戒的功德 在明林達王問中 明林達王問農軍尊者說 明知道造惡業者 與不知道而造惡業者 哪一個罪比較重? 農軍尊者回答說 不知道而造業者的罪比較重 明林達王問說 那如果我的臣子或大臣 因為不知道而造惡業 那我要加倍處罰他嗎? 農軍尊者訪問明林達王說 如果有一個被燒得很熱的火球 一個知道的人去摸他 還有另外一個不知道的人去摸他 哪一個燙傷會比較嚴重呢? 明林達王回答說 尊者 但是那個不知道的人 去拿這個燙的火球 會燒得比較嚴重 農軍尊者就回答他說 是的大王 不知道惡業 而去造的惡業 反而會比較嚴重 因此我們 應該要了解到 這個業果法則 並且多作戰士 努力持戒 不要因為怕犯戒而不敢持戒 這樣反而是本末導致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這邊 謝謝大家 喜歡的話記得要訂閱按讚分享 這個頻道裡面還有很多關於南傳上座部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 檢查juk 看看 要不要緊 也不太記住 按讚 按讚 2 按讚 2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